雞肉的份量 你看 超級厚 然後蔬菜 唉唷 可以可以 吃完所有的卡拉雞腿漢堡以後 我覺得目前我已經找到我最喜歡的了 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 蝦燕玲 今天我要來評比 台灣聯手早餐店的漢堡 我真的很簡單 我覺得裡面只要有滿滿的蔬菜 少少的醬汁跟有蛋的話 然後它的那個雞呢 炸得很脆的話 欸 我就會很喜歡 那我們先從最靠近我的右手邊這邊開始好不好 欸 有重量 我先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卡拉雞腿 加蛋還不錯 蔬菜呢 其實有高麗菜啊 生菜 欸 它還有那個洋蔥耶 這個就有打中我了 因為我喜歡滿滿蔬菜的 但它少了一個元素 就是番茄醬 我寧願它加番茄醬 不要加美乃滋 好 那我先試第一口囉 嗯 這個分量很多耶 它的這個漢堡層次感是還滿多的 為什麼我會喜歡蔬菜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蔬菜有這種爽脆的口感 搭配肉一起吃呢 就可以解油膩你知道嗎 卡拉雞本身就帶有點鹹味 所以其實也不用特別加什麼醬料 它就還滿夠味的了耶 炸的也滿脆的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這家 接下來第二個 好像用那個熱壓吐司機器烤了一下 然後有我愛的芝麻 為什麼這個蛋這麼大顆的感覺啊 同樣就是一顆蛋的分量 可是這個蛋感覺好大顆喔 因為它把它捲起來了 雞肉的分量 你看 超 Tapes A 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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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